好 來看到這次呢 慕尼黑安全會議在德國舉辦 結果呢 讓美國看得好愛眼 怎麼又看到他們最討厭的華為呢 啊沒辦法華為就是真的很厲害啊 來看到慕尼黑安全會議的時候 發現有華為的天線的這些設備 好 包括會場有啦 然後呢 就讓共和黨說 真的令人不安 但是呢 德國經濟部早就說 不打算仿效美國 要全面禁止華為相關產品 來看看這個數字 在Light Reading的一篇報導說 在5G時代 德國對華為的依賴是增長的 2020年德國57% 使用華為4G哦 202年去年 德國已經用到59% 好 歐洲 美國 看了這個數字可能會吐血啊 義大利51%用華為 羅馬尼亞76% 荷蘭50% 匈牙利53% 奧地利72% 我覺得華為第一個他不會那麼笨 去留個後門 因為華為要做生意 要做買賣 而且不要忘了這個 1G 2G 3G 甚至4G 其實都是以歐美為主導 嗯 沒錯 不是中國主導 所以在這個整個專利權 這個部分裡面 其實歐美在1G 2G 3G 占絕大部分 華為是異軍突起 5G的 後來在5G方面的專利越來越大 現在6G已經超過美國 華為中國大陸說40% 美國才35而已啊 對 所以您就可以看到 就是華為是後來居上 然後異軍突起 所以華為很清楚的知道 就歐美的國家對於通信設備 他們的基礎的研究能力 跟安全的掌控能力 跟調查了解的能力是十分的強大 這個是不容懷疑的 對 那既然是如此的話 如果華為留有後門 絕對會被發現 華為是要做生意的 要做買賣的 要做強自己的 他怎麼可能去留有後門 去透過他商品的買賣 去刺探別人的情報呢 因為他不會向美國人幹這種事 為什麼 美國人為什麼要幹這種事 是因為美國人獨霸 美國人的微軟獨霸 僅此一家別無分號 所以美國的微軟也好 當初臉書也是獨霸 僅此一家別無分號 我用了兩遍了 美國有多少的這一些 數位的產品 當初都是僅此一家 別無分號第三遍 的意思也就是他獨霸的情形下 所以他敢大啦啦的溜後門 而且根據美國的安全法 的規定 美國的情質單位有權利 要求他的這些民營的業者 留有後門給他來使用 所以全世界都知道美國有後門 由於美國人知道自己的產品 都有後門 所以美國就假定華為一定有後門 他就假定 但是再強調美國並不是通信的 笨蛋 美國是通信的 最早的時候是領先者 是後來落後了 那他既然過去是領先者 所以他絕對有能力去辨識 查清楚有沒有後門 華為是沒有任何證據 美國到目前為止 拿不出任何證據 顯示他有後門 好 既然 英國的 最權威的情報調查機構 證明華為沒有後門 歐洲的沒有一家情報機構說 他有後門 連美國都沒有辦法 那請問一下 那華為本身是一個安全可靠的 這第一個 所以我覺得華為沒有那麼笨 第二個華為太聰明了 為什麼 為什麼華為太聰明呢 因為華為它本身要從4G升到5G 的時候 是添加一些設備就可以了 你不用更換新的設備 那因此呢 使用華為4G的人 他們都知道我只要花很少的錢 我就可以提升到5G 對 而不是我整個系統更新 是 這個就是華為在策略上聰明 正確 好 那對德國人來說的話 他很清楚的知道 沒有安全上的問題 是你美國栽贖抹黑 然後呢 第二個 我還要浪費這麼多的錢 更重要的是時間 因為你那個 毅力性吧 或是IKEA 不是 NOKIA 你這些北歐的產品 你目前來講 你的時間 你沒辦法幫我很快的 換代 換代到5G 我沒有5G 我的AI就有問題 我沒有5G 我的工業化的數位能力就有問題 對 所以對於德國人來說 不只是錢的問題 錢很重要 時間也很重要 華為可以幫我解決問題 而你北歐的產品 沒有辦法 這個時候我怎麼可能要屈服 你美國 那因此 當美國在 慕尼黑的安全會議 仍然使用華為的時候 其實等於是間接的 像歐洲的整個國家 歐盟的所有的國家 還有與會者 背書 華為是安全 而且可靠的 對 華為是安全 且可靠 德國它是做事 非常嚴謹的一個國家 而且它也是歐洲的國家 如果說真的歐洲比較好用 它一定用歐洲的品牌 Nokia 那些不就是歐洲品牌嗎 好 來看到 真的讓美國好生氣 美國的陸軍 歐非的司令 他就說 當他使用手機時 透過中國設備搭建的網絡發送的 進入就一個入侵的風險 那沒辦法 你這個地方人家都用華為嗎 好 再來看到 說到你打壓中國大陸 但是呢 這個貿易戰 就是竹籃打水一場空 橋水資金的這個創始人 Ray Dalio他非常的聰明 而且他研究歷史的 他說 中國大陸會在美國的貿易戰當中 笑到最後 而且人民幣開始會更廣泛的被 用於國際貿易 中國會打贏貿易戰 另外呢 最近呢 中國大陸經濟發展 習近平主席在求是雜誌有說 好 希望呢 要發展經濟的問題 比如說 擴大消費者的內需啦 這些問題 另外全面優化經商的環境 還有防範房地產這些 有系統性的風險 就強調經濟的問題 好 中國大陸來看到最近 央行有個公布數字 1月份的時候 人民幣的存款增加了 6.87兆人民幣 好 住戶的存款增加6.2兆人民幣 同比多增了7900億元的人民幣 好 去年第四季度 傾向於儲蓄的居民佔了61.8% 所以呢 怎麼讓中國大陸人呢 願意消費也是很關鍵 好 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貿易到底是誰會笑到最後 各位想想美國的強項在哪裡 美國強項在於它的發明 還有它的金融 它的這個服務 軟件等等 這些高科技的東西 是美國的強項 但是美國的工業製造能力 確實是越來越不行了 所以它的產品 例如說它的汽車 沒有辦法跟德國來PK 對 它的國民車很難跟日本來PK 那它的電動車很難跟中國大陸來PK 你看特斯拉 它的佔有率跟中國的電動車的佔有率一比 那就差很多了 對啊 它不只落後於比亞迪 如果整個電動車的市場 中國的整個電動車 加起來跟這個特斯拉一比的話 特斯拉就變得很小了 中國電動車市場就變得占很大 那這是未來的汽車工業的一個發展 好 所以美國的汽車 目前來講如果電動車來講 就特斯拉能夠拿出像個樣子 其他的都不行 那如果以汽燃車來講的話 美國的車子打不贏人家 紡織業那不用講了 例如說以我們講的這個成衣 那這個歐洲的成衣市場 廉價的有西班牙的 高檔的有義大利有法國的 所以美國成衣也沒辦法跟人家打 那您說3C產品的話 那台灣亞洲那就居強勢的地位了 不管是台灣也好大陸也好 大陸現在的聯想 或者是這個韓國的三星等 電機用品也是如此 那我拉拉扎扎的講這些 意思也就是說 美國的工業製造產品 它已經沒有很特殊的產品 很亮麗的東西了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形下 它靠的是美元的優勢跟霸權的地位 然後能夠在金融界裡面 能夠佔有主要的一席之地 一直維持美元的金融霸權的地位 這個對美國人來講是很重要的 應該要珍惜 可是美國連續做了兩次 很不負責任的事 一個就是2008年的二次信貸的危機 另外一個就是這一次的 暴力升息 暴力升息跟不斷地印鈔票 就是不斷地印鈔票 然後再暴力升息 然後讓全世界各國感覺到害怕 感覺到說我不能夠再依賴美元了 因為這樣的話 我們辛辛苦苦做的事 全部會被美國人玩光 所以我覺得 美國人自己創造了一個 對他自己不利的環境 那當他創造一個 對他不利的環境的時候 相對來講 中國大陸的貿易額 它跟全世界的貿易額 幾乎都是排名第一 對 141個國家 幾乎它都是排名第一 也就是說 140國家的第一的貿易夥伴 都是跟中國 是 那這樣的情形下 請問如果繼續使用美元 那就不恰當了 所以遲早會有越來越多的國家 開始使用人民幣 可是要怎麼樣 讓人民幣成為一個 大家在跟中國大陸 進行貿易的時候 或是間接貿易的時候 最喜歡使用的貨幣 那就要讓人民幣可靠 可信任 那人民幣怎麼樣可靠可信任 而且還要方便 那可靠 那第一個部分裡面 那當然就是人民幣要跟黃金掛鉤 對 要可信任 就是接著要跟石油要掛鉤 然後接著要方便 就是它流通性的外匯的管制 這個部分裡面要逐步的放寬 所以中國大陸在推數位化人民幣的時候 就會使它的這些方便性會越來越大 好 那你想 大陸現在所做的做法是正確的 它跟伊朗這一次談定了 我們很明白的看到 未來伊朗跟中國大陸的能源交易 有很大一部分 可能就會用人民幣來交易 沙特阿拉伯也已經宣布了 它的石油已經不再跟美國完全掛鉤了 它可以使用各國貨幣 那這意味著人民幣也可以用 當然 俄羅斯的天然氣跟石油 尤其是你已經看到 目前來講第一排位的就是 第一順位的就是人民幣 佔比已經超過一半以上 那這些石油都已經跟中國大陸掛鉤了 然後金本位也就是中國大陸 目前來說一直把美國公債賣掉 就是不賺你這個5% 4% 5%的這個公債的利息錢 然後把這個錢轉過去買黃金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目前來講 在瑞士的黃金的購買量已經是排名第一了 而且跟俄羅斯的黃金的購買量也是排名第一 尤其在去年的時候 俄羅斯的黃金大量的賣到中國大陸去 所以中國大陸的人民幣跟黃金也好 跟石油的結合 再加上人民幣數位化的推廣 您想當越來越多的國家跟中國大陸的貿易額 那麼開始都用人民幣來做計價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美元的霸權地位 當然就會受影響 所以我覺得這個總裁的一個估計 Ray Dalio 我覺得他是有憑有據的 這個不是說要唱隨美國 然後要捧高大陸好像舔中的這樣的意思 不是 事實上這是一個客觀理性的分析 從這個角度就推給我們的觀眾朋友 您在儲蓄這個部分 人民幣水位多一點比較好 對 他的前景是不錯的 前景是不錯的 那最近的話就是說 怎麼樣中國大陸的人 不只是儲蓄 因為中國人好習慣都是儲蓄 怎麼讓他願意消費也很重要 我覺得目前來講 中國大陸在面對一個艱苦之戰 這個艱苦之戰就是錢太多了 錢太多 是個煩惱 錢太多放在銀行裡面 對 所以現在中國習近平提出來的另外一個大戰略 就是用消費來帶動生產製造 其實這很有趣喔 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有的時候是生產製造先 對 那現在中國大陸是 我的居民的消費能力太強了 可是他們卻不消費 那不得了啊 那我怎麼讓你消費 你要讓你的居民消費 就要讓他無後顧之憂 那怎麼樣讓他無後顧之憂 就是你可以源源不斷的賺到錢 OK 你對未來要有信心 那你要對未來有信心 你敢花錢嗎 我對未來如果沒信心 我就不敢花錢了 我對未來很有信心我就敢花 那可是你想想看 當我開始花錢的時候 那我的製造業就開始去滿足我 他就開始生產製造了 那他要生產製造的時候 他就要聘更多的人 要買更多的材料 那賣材料給他的人就賺到錢了 那幫他生產製造的人也賺到錢了 而他們賺到錢了以後 他增加了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 那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有更多人賺到錢 他就更敢花錢 那你想想看 那他更敢花錢 是不是就更製造 那就更敢花錢 就更製造 那經濟就這樣活起來了 所以首先要做的一件事就是 怎麼樣讓老百姓敢花錢 這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 目前我也坦白說我也很有興趣 因為我看到他們提出這個大戰略 接著我就要看出他們用什麼工具 用什麼策略 用什麼政策 我覺得他們在改寫人類的經濟教科書 我覺得這是很有趣的 中國大陸一直在寫這個新的教科書 尤其是14億人口 這個過去人類的經濟學中沒有辦法 因為過去的經濟學都是發生在歐美 而他們的人口數是少的 現在中國一個14億人口 這麼大的人口 這麼大的市場 然後他所做的任何經濟政策 這個研究的人類的經濟行為 都是足夠寫 任何一本教科書寫不完 當然從中國大陸讓人民過上好日子 脫貧這件事情 就是一個世界級的一個教科書 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張 美國現在要跟中國大陸較量 但是軍事實力的底氣 大陸是越來越強 譬如說美國現在要幹嘛 要打架嗎 李敏茲號來到了二度 來到哪裡 來到南海你想幹嘛呢 1月13號說遇到山東界 你看就被說趕快往這邊走了 然後2月3號到5號 第一次穿越了南海 2月14號到16號 又來到南海這個地方了 你到底想幹嘛呢 但是都遇到這個山東界 山東界最近呢 來看到他也是動作頻頻 美國宣布說什麼 李敏茲航母2月12號 開始在南海演習 山東界呢 其實1月14號 就已經也在這邊 進行實戰的演習了 然後我們來看看呢 最近呢 人民海軍微信公眾號 就公佈了這一段的音頻 用中音喊話 這裡是中國海軍山東艦 然後呢 那網友大讚說 這真的是艦員喊話 安全感爆棚 我們一起來聽聽看 這一段相關的影片 可以起飛 明白 這裡是中國海軍山東艦 開場器 這是中國海軍山東艦 這是中國海軍山東艦 這裡是中國海軍山東艦 再來是中國海軍山東艦 這裡是軍南海軍山東艦 蓝老师您怎么看 第一个山东舰它亮剑 另外呢 中国大陆也公布了 解放军的火箭军 像是东风导弹骑射的画面 美国你航母真的敢来吗 我觉得山东舰 它放出这些画面 是告诉你说 它的夜战的能力 也建立起来了 夜战对航母来说很重要 对飞行员来讲更重要 各位想想看 晚上视线真的很糟 是啊 那我的飞行 几乎要完全靠仪器 靠雷达 对靠雷达 那也就是靠我的仪器 我的雷达 它所释放出来的所有的讯息 让我知道我的飞行姿态 我的飞行高度 还有就是气象天候 这就是为什么 气象气球要不断地放 因为你要测每一个高度 它的气流 它的温度 它的湿度到底是怎么样 它要提供给飞行员 所有的数据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美国人 真的是小题大作了 这是故意炒作 好 那您看到的夜间的起飞 跟降落的画面 还有就是您看到 整个舰上的 充满布满的舰载机 那就是代表说 他们在测试 他们的这个航母的 这个起飞 作战的最大的限度在哪里 能量在哪里 因为你飞机上去下来 要进入维修 然后上去下来 要进入维修 这样子然后就准备 随时还要再起飞 这是一个非常繁重的 而且是系统性的工程 也是一个管理的工程 我觉得 三冬号才提交服役 没几年 你看它的战斗力 已经形成了 这速度是很快的 对于大陆来讲的话 它的第三艘的航母 您也知道已经在下水了 目前在做西装 那估计在今年或是明年 那可能就要开始做海事了 还是几次以后 确定没有问题 就要交付海军来使用 那这是电子弹射的 这个作战能力更强 未来新的舰载机 也可能就会问世了 也可能开始要入列服务了 我觉得这个在 对美国人来讲 在南海的存在压力 就越来越大 因为南海中国 有主场的优势 第一个就是补给站 近 因为母港就在三亚这个地方 所以中国的航母 在南海这个地方 它的补给没有问题 而美国的补给就有困难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岸上对于反舰的导弹 对东风系列 空中对反舰的导弹 还有在这个南海舰队中 反舰的导弹 这个对美国的航母 都构成很大的威慈力 特别是美国的 尼米之号的航母 太老朽了 50岁了 老了 它的铃料件不太行了 它可能没有办法承受 强大的这个作战能力了 对啊 最近那尼米之号的航母 就被说 铃部件呢 找不到 只能去买二手的 而我们知道很多车 要买二手 原来它的零件 也要买二手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